今天呢 我带大家 我要来看一下房子 想搬一下房子 搬到BKK这边 然后呢 搬上了一栋 新加坡人弄的 应该还不错的 一个公寓 我等会儿可以拍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是新加坡人建的 然后设计师也是新加坡人 然后呢 这个比较有实际感 看一下这个 Skybar有两层 然后下面是室内的 然后可以看到独立碑 然后就是 非常有简单特色的 这算是 TKK核心区吧 然后那边是Naga 然后这边就是钻石岛 我之前就住在钻石岛这一边 然后这整栋楼就是都是全新的 现在是一个 触牵的泳池 然后它是需要走上去的 哦 这是一个gym 这是先到那个健身房 然后健身房 它就是 这种视野非常好的 你在这跑步啊 然后做健身啊都能看到 这栋 42层楼 还行 好 啊 对 对 因为有300个市场 哈哈 你看这个 你可以看到整个市场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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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啊 这是泳池 露天泳池 露天无边泳池 就是据说呢 就是 那个新加坡的朋友说呢 这里晚上是可以亮的 然后视野也很好 那边是湄公河 然后那边是首开酒店 然后这个游泳池是360度的 你可以这样子游一圈 它是通的 在湄公河旅的所有的时代吧 这楼顶都是要走 就是电梯是上不来的 就是电梯是上不来的 但是还不错啦 就是这边的绿化呀 然后环境呀 设计呀 还有一些建筑呀 都很新加坡 都挺人性化的 然后Skybar的酒啊 然后小哥现在是 帮我去看粉子 这是一房一厅的 这个家具什么的全是新的 带这个 然后这边是可以看到独立碑的 这是新的洗机 新的座椅 新的电视 他们是有 这样子的一个冰箱 那它是独立的 就是 邻居的 然后呢它 它所有东西都是新的 从房间 这个房间 看出去就是 可以看到独立碑 还有独立碑旁边的那个 Temple 还不错了 OK 所有东西都是新的 OK 因为这些房子都是新的 然后这些东西 加入什么的 都是现拆的 所以呢 就有点现了有点忙 有个感觉 OK 再装 这个房子是OK 这个是新的房子吗 是的 这个房子已经有了 我还不知道哪个房子 之前的房子 我还不知道哪个房子 指纹都可以 指纹都可以 指纹跟电子这种 OK 全新的 然后 卫生不用担心 本身就会提供给你 全新的来到手 浴室啊 什么的都给送餐 这些都给你弄干净了 到手 OK 对吧 你上次看的环境都已经出去了 所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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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就看这个 到时候等下 又没了 那就 那就没办法了 对吧 还有那些 这些帮你弄好没问题 很適合 这些小事 这些帮你弄好 这些是不要 即使你住的期间 你自己不需要弄坏 我都可以帮你 帮你弄好 OK 那我觉得那间 这个阳光好些 对 我也觉得 这个有大风 风风也好 你不用开风条 可以 怎么可能 真的吗 你自己都感觉到 那边很热 那边 热风当然有时候 那 那我摸那间 然后你帮我 那我先摸那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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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摸那间 我先摸那间 好 好看啊 是啊 姐夫 我觉得这个是生意 是啊 你叫我比较喜欢那个是Viu 比较好 OK 天这个味道 而且日清 不是 我不要 不要 在这里我要写了 我要写了 在旁边 看这个环境还是可以的 看他们真的都是新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 我也是觉得它比较新 然后低端 比较好 然后来看一看 这都也是新的 在BKK 1 BKK1的灯呢 是因为以前那些外交官 来这边住的比较多 然后都在这个区 所以呢就很 这里有设置室的店 然后呢就很多老外吧 就很多文化的碰撞 然后很多就是各个国家的大使啊 什么的 把这边居住了之后 来像这个日本餐厅 小的日本餐厅啊 然后这个是 这是印度餐厅吧应该是 对印度餐厅啊 反正就是各个国家的 然后这是一家很大的健身房 挺有名的这家健身房 然后呢就很多文化的碰撞 每天咖啡是第一倍 那房子正好跟朋友 约过咖啡 这个车真的是 行李太好了 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真的是声音好好呀 公司是今天在本地的咖啡品牌 然后呢有点对标那个 有点对标的 那种感觉 但是很受到当地人的喜欢 try喝个咖啡是什么感觉 这边吧 这里有位子 挺好的 这里 这边 这边 也就是 这边 我来说 这边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